今天送給自己兩個字叫尖人,是不是內心有很多話想說 去年的一年當然經歷過很多很多的事情,當然還是要錄影 坦白說,我每次在錄影的時候,我的眼神都很怕去跟觀眾接觸到 因為大家心裡面想的就是你是一個負債者,你是一個負債者等等 所以我必須克服自己心裡面的障礙,先把它克服掉 然後在那個心境之下去工作,其實是比平常讓自己克制力要更強 甚至有時候製作單位也看出來了,黃身等等之類 所以這是不應該存在的,當然這是在最艱難的時候 不過每一個人都有新年新希望,去年新年新希望,跟去年是一模一樣的 希望趕快把這個債給清場了,讓那些無辜,我稱為叫無辜的受害者 能夠心裡面舒服踏實一點,要不然大家都痛苦都難過 接下來辦公的工作計劃是怎樣計劃? 接下來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的,不管是疫情或者是演藝圈的大環境都不加 所以如果要再開兩三個節目,那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要維持一個夜總會,然後我希望在照我原來的工作計劃,其實有別的創作一直在走 那這個創作不是一般我們想像的說寫一首歌,不是的 它是整個一個大劇的創作等等的,在今年至少會完成兩部戲 那大家會拍,不如你又要拍電影,不是,是我負責創作這個東西 不管它將來在今年變成電影或變成音樂劇,我僅止於擔任編劇的角色 那當然這中間會有比較條件的不同,比方說票房的分紅或是什麼的 讓你這個收入比較多一點,不要單單的是靠一個電視的收入,那是比較慢的